大家好我是盧彥勳 在2018年我们整个团队决定开刀的时候是非常纠结 因为自己也被这个伤势所困了一段时间 那当然也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在球场上好好发挥 那我们整个团队也希望说在2020年 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再一次挑战东京奥运会 这整个时间是非常的艰劳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赶快期待自己能够快速的回到球场上 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表现 其实在这段养伤跟附健的期间 因为自己没办法参与比赛 但是自己还是非常关心球赛的进行跟结果 除非是没有电视的情况下会用手机来观看外 那其实自己还是最希望也最喜欢选择在电视带荧幕前面去观赏 因为这样的话比较舒服外也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比赛的一个内容 其实平时我们整个团队在比赛前后都会观看自己的影片 来分析对手和自己的优缺点 那我们会透过一些电视或者是小萤幕分析自己的影片 那这次我们试用了Sony OLED电视来看自己比赛的影片的时候 我们发现整个荧幕非常的清晰 那高速画面也非常的流畅 那也没有一个残影的问题 当整个团队很多人同时去看影片的时候 即使从斜角度去看也没有任何色片的问题 所以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场上攻击与防守技巧上面的一个状况 当我们用Sony OLED电视来观看赛事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声音非常的棒非常的好 因为它和一般电视不太一样 它是用萤幕震动发声的一个技术 让声音的立体临场感及震撼度非常的高 所以当我们看比赛的时候 就像自己站在球场中间非常的真实 其实平时自己花非常多的时间在球场上 那太太非常的支持小孩也很体谅 那只要我一有空 我就希望能够花时间陪陪小孩跟家人 我觉得看电影看电视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 这台电视里面有内建Netflix 所以让我和我太太和小孩 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看电影和卡通 那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它有Netflix的一个校正模式 那我们在观看电视时 它的色调光影 真的像在电影院观看一样非常的享受 那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 替明年的一个东京卧位做准备 那也希望自己能够再次披上国家队的一个战袍 那当然我会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2020 的一个赛季 那全力迎赴每场比赛 那也希望大家再给我更多的一个鼓励跟支持 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慢慢的计划 能够让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能够传承下去 然后来支持我们最后开一个网球学校的一个梦想 我还会让我们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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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动转发